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吴莱 这是新一期的 不算是新一期的vlog 算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因为这段时间一直 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家里 然后经常自己做饭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段时间我自己做早餐的一套流程 我这个主意不能算攻略 对 现在开始 说开始就开始 真的开始了 快走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嫌麻烦的人 大家会先想好自己要做什么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食材都拿出来了 有飞饼 香肠 鸡蛋 土豆 鸡胸肉 还有鲁笋 首先我们要先处理土豆 先把土豆放到锅里去煮 因为土豆要煮的时间久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土豆煮中去处理别的食材 先把土豆洗干净 然后把土豆削皮 一个人露不到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想看得清这些做菜的过程就看不清点 麻烦我就没有什么脚架什么的 所以大家就先处理出来 削完皮之后 等这个水烧开 去把土豆丢进去煮 那现在我们可以先处理点别的食材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鸡胸肉 我们就在微波炉里去解冻一下 如果等这个鸡胸肉自然解冻 那我就已经饿死了 先放1分钟 现在我们能做了就等待 等待水烧开 然后把土豆丢进去 然后把火开小一点 现在鸡胸肉已经解冻完了 但是因为鸡胸肉它比较厚 所以说如果是煎的话 它比较容易外面煎熟了 都煎焦了里面还是有点生生的 一般我 是会把鸡胸肉就是切成块这样子 它就比较方便处理一点 对 然后腌制也方便一点 像是我的无敌刀工 我这个乱披风刀法 接下来就是腌制 倒上一点橄榄油 加点盐 加点黑胡椒 因为我这个人呢 比较喜欢吃胡椒 所以说我还会先弄上一点白胡椒 对 弄均匀 先入一下味儿 在这里安静的 去思考一下人生 鸡蛋是要跟土豆在一块煮的 你不把鸡蛋洗干净 上面会有不干净的东西的 所以去现在做鸡蛋洗了 一个人录舞蹈真的好辛苦啊 哪里有手机白来白去的 土豆差不多是要煮15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过去五六七八分钟了 差不多可以把鸡蛋 对 把鸡蛋给放进去了 三个鸡蛋OK 现在再解冻这个香肠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这边 把调味这个鸡胸肉最后一步给完成 最后一步呢 是我忘记是哪里学的了 就是倒上一点料酒 哎呀已经倒多了 但没关系 倒上一点料酒 就能锁住里面的水分和味道 因为鸡胸肉它很容易煎一煎煎一煎 就变得特别干特别柴 不嫩了 但是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让它更嫩一点 而且待会儿我们煎的过程中呢 还要放入对放入黄油 对这样就可以让鸡胸肉更香 这样鸡胸肉就已经搞定了 现在呢要处理这个香肠 在煎之前呢 再给它就中间切几个缝 这样子它更容易煎熟一点 一般这样长度的香肠 我是切四个缝 就是要斜着切 然后三个缝 咱们得给大家看一下啊 刚才呢 刚才呢 我还特地去找了我的另一部手机 把我的另一部手机拿出来了 这样子我就有一个侧面的 和证明的两部机尾了 哎呀 我太难了 做菜啊讲这个是耐心对 耐心很重要 我这段时间在家里感觉做菜 都已经把自己的耐心都练过来了 非常重要 先打开这个小锅 倒上一点盖辣油 稍微热一下 OK 差不多等锅 差不多热了 香肠给放进去 我想这个香肠更有味道了吧 真酸 你不吃酸啊 但是这样煎香肠会更有味道 把点水看一下锅的温度 是不是还不够 等这个水撒上去 然后这个水马上就就 哭成一环 就是最好的温度 这样可以锁住那个 鸡中热里面的水克啊 其实这个不差不多 把鸡中热全部放进去 有网游 这个鸡中热特别的温度 放进鸡笋 放进鸡笋 哎呀 掉了一根笋 感觉外面已经就是有点焦焦的了 但实际上 它有的地方还是没有手 还是要把鸡笋放好 鸡笋放进鸡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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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鸡笋放进鸡笋 然后把鸡笋放进鸡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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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快速地丢到里面去 啊 啊 把鸡笋放进鸡笋 然后鸡笋放进鸡笋 然后鸡笋放进鸡笋 鸡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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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时候呢 准备一个小碗 这个小碗 刚才装了一点凉水 把鸡笋放进鸡笋里面 这样子 一是可以降温 你待会拨的时候好拨 二是它就平度会变得好拨很多 然后我们现在差不多一整整 然后现在就是把 弄好的吃饭在盘子里面 把鸡笋 鸡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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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鸡笋 把鸡笋 把鸡笋放在这里 把两个小小 完美 搞定 耶 各位大家看一下我的成果 这就是我最后的早餐了 也不是最后就是完成品 太不容易了 很辛苦 耶 其实平时我做一顿饭也就很快 也就20分钟半小时 但今天为了边做边录 真的花费了很大的时间和体力 话不多说就到这里 祝愿大家2020年一切顺利 一点点开心 加油 我去吃早饭了 耶 对了 后面还有彩蛋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来 因为疫情不能出门见人 所以说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挂自己的胡子了 为了以良好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Vlog里 所以我决定今天还是把自己的胡子给挂了 像一个野人 OK 所以时候现在准备把胡子 感觉 有点错误 等一下啊 OK 挂完了 感觉自己一下就年轻了10岁啊 OK 做饭吧 我吃了